你为邱家已经做得够多了 我不想再欠你的 什么叫你欠我的 你现在还是侯服着小夫人 小夫人知道吗 梁大人 小夫人身体无大癌 手上用点刀伤药就好了 谢谢大夫 大夫慢走 梁大人请留步 我早跟你说没事了吧 坐下 把手拿过来 手 疼吗 疼吗 我回来的路上听宋景说 入宫的是邱敏 当时邱敏突然腹痛 只要让邱敏顶上 你放心 邱敏已经取得了胜上的心态 对了 与此同时 胜上也胜了邱家 真的 是啊 本来邱敏 是家里最胆小的 没想到 现在变成了最有主意的了 我说你也真是的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商议一下 因为你是原谅的对手 也没有很久下风啊 我说你去哪儿啊 回来 回来 现在不要疼了吧 我不疼 疼 清代和秀玉怎么样了 先回去把药擦完 过来 我已经派人找到他们 他们现在很好 在一处装作坛作活 也亏原狼竟能找到 我已经让秦萱啊 将人赎出 很快你拿了 就能弹剧了 他们没事变好 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的 看你没有想过 一旦原狼那里扛不下去 邱家大忌起来是满盘结束 不会的 临走前 我从你的荷包里 拿了可你们批柴处的毒药 你说过 那个毒药含在口中也不会化 必要时候吞下当即逼命 你看 我走之前就已经想好了 如果我在那撑不下去 我就自尽在原狼面前 你疯了 你疯了 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 你若死了 苦心尽一都这一欠 又有何用 就清代和秀 是我自己的决定 你为邱家已经做得够多了 我不想再欠你的 什么叫你欠我的 你现在还是侯服的小夫人 小夫人知道吗 你现在还是侯服的小夫人 就清代和秀 比我尽xa 拿了自己的性命逞强 我也不会尽你的好 不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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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